Hello 大家好 Web Shop是一个小镇 我们基本需要在这个小镇里面都有的 但是Web Shop始终是一个小镇 它是没有一些大型的商场 或者是一些地区会举办一些很大型的活动 作为香港人一向习惯了 假期就会到处去 会逛街、出去玩、吃很多不同的东西 会约朋友见面 来到这里 我们可否有这些活动呢 最基本的就是 我们可否去一些大商场购买呢 除了我们香港人习惯了 一有空便会逛街之外 另一样 我觉得我们需要有时间的话 去一些比较大的城市 去看一些和Web Shop不同的东西 很多人都说 我们在英国的冬天日照时间短 很容易会抑鬱 当然我们要很努力去 去调节自己的心态 去接受这里 和去学习欣赏英国的天气 英国的生活 另外一件事就是 去逛街购买看东西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住在Web Shop 而又想去一些更大的城市 可以密集地去逛街 去看不同的店铺 什么都可以看 究竟可以去哪里呢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地图 地图上面 有红色圈那里就是Web Shop 最近的大城市 大家可以选择去 Sheffield 你看到就是一个蓝色的圈 在Web Shop的左边 高一点 又或者我们可以选择去 Nottingham City 就是绿色的圈 就在Web Shop下面 这两个都是大城市 他们会有很多不同的店铺 无论你想买东西 吃东西 看东西 应该都会满足到大家的需要 Sheffield 和Nottingham 其实是两个 感觉是很不同的城市 我都分别去过这两个城市一次 当然去的地方 我就不是去了很多 都是去火车站附近 玩一下 看看东西 Sheffield 给我的感觉 是更加像大城市 里面的东西很密集 街道也比较窄 但是店铺有很多 很集中 食物方面 什么都可以吃 卖东西方面 基本上在英国里面的连锁店 全部都可以在Sheffield 找得到 至于Nottingham 都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但是它好像保留得比较多的 一些古旧的建筑物 而且在火车站附近的环境 都不是很密集 所以两个城市 其实给我的感觉都很不同 而这两个城市 其实和Workshop的距离都不远 如果驾驶到Sheffield 大约是40分钟左右 至于由Workshop驾驶到Nottingham 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当然如果大家想开车到处去玩 大前提就是要有车牌 我知道有些朋友在香港 现在很努力地去学车 以及准备考车牌 希望考了车牌之后才来英国 努力在学车的朋友 你们加油 但是如果不是自己开车没有车的 或者好像我这些开车技术 真的是神级那么差 那怎么办呢 另一个选择就是搭火车 搭火车的好处就是 我们不需要认路 在搭车的时间 我们不需要很集中精神去开车 就不会有一个开车的人 去到目的地已经很累了 他就没有心机去玩 所以我觉得搭火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如果搭火车去Sherville 其实也不久 它就大约是41分钟左右 坐在火车沿途看风景 其实也挺舒服的 至于搭火车去Nottingham City 就稍微长一点 这里就显示1个小时6分钟 点对点服务 大家很舒服地坐完情火车 一落车之后 就精神热热地去逛街玩shopping 我之前也有提过 其实在Wordshop火车站 有两家火车公司 是用同一条路轨去营运 而去Sherville 和去Nottingham City 的火车是不同的火车公司 如果有兴趣想了解一下 两家火车公司的服务 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放了他们的link 在Description那里 大家可以在下面 点击在link那里 详细看这两家火车公司 当然这两家火车公司 就不仅是去Sherville 或者是Nottingham City 他们去很多地方 如果你想看一个长途少少的 国内的旅行的话 也可以去研究一下 其实入黑之后 在离开城市远一点的路 很多时候都没有街灯 对于一些不习惯开车 或者是你已经玩了一天 玩到人很累了 然后你还要隔开车 比如隔开一个小时 是一个没有街灯的路 也不是经常会走的路 这样隔开车回家 我自己觉得 心里都很害怕的 所以达火车的确是一个好选择 大家如果要买火车票的话 可以上网买 或者去到火车站才买 也可以 如果上网买的话 你便去那间火车公司 找回你的行程 然后就上网点 告诉他 你从哪里去哪里 去买票 时间各样 如果你是去到火车站才买的话 你可以不需要知道 你将会乘搭哪一个火车公司的火车 因为在同一部机里 你只要选起点和终点的话 它就会出一张你选用的票给你 然后你上车的时候 你就看清楚那班车去哪里 就不要上坐车 那就OK的了 不过在大家买火车票之前 要留意一样东西 就是如何买会划算 有一样东西叫Rail Card 一张铁路的卡 你申请了之后 这张卡是要付年费的 你可以买一年 就好像是30磅 或者你是买两年 或者有不同的年期 看看你需要一个几长年期的Rail Card 假设你买一年的话 其实一年之后 你买逐了 再申请过 都可以的 所以你不知道自己想买几长的 就先买一年用先 买Rail Card之后 你要付钱 但是之后你买火车票 如果你是有Rail Card的话 是可以有Discount的 我们计算过 一家三口 两大一世 我们买了一张 是Family Rail Card 假设我们每一次都去Travel 其实我们买三四次都已经回本了 对于我们一家来说 其实我们都会经常买火车 所以我们出Rail Card 是绝对则的 大家如果想看Rail Card的详情 它有几多种Rail Card 还有你到底则不则的话 我亦都放了Rail Card的连续 在下面 大家可以点进去慢慢看 Rail Card有很多种 我们就出了Family Rail Card 其实它还有其他的Disability 诸如此类 大家可以慢慢详细研究一下 说了这么久 其实我想鼓励一下大家 虽然住小镇是很舒服的 但是有时候想放松一下自己 想让自己开心点的话 去其他地方玩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好像我们这样 在12月28日 我们就去了Nottingham 那里逛街街 我们去Nottingham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这里的Discount 那这里除了Black Friday 有一个Big Discount之外 其实在Boxing Day开始 都会有一段短的时间 有一个比较大的Discount 那间店铺会不同 那大约都会是由12月26日至到12月31日 有些店铺可能早一两天 有些迟一两天 那这段期间都会有一些东西减价 我们就趁这个减价的时段 去Nottingham逛街街看看 买不买到东西 在Whatshop里面是没有中超的 我们买到的中式食品 其实种类有的 不过是有限 那我们就想去Nottingham逛街街 买一些东西回家 另外就是我们也想买一些冬天衣 因为我们的冬天衣全部寄选 然后我又不收货 现在全部寄了仓 我们都不够衣服 那在Whatshop里面 其实是有衣服卖的 但是如果你嫌选择不够多的话 那我们就会去NG1那里 比如去Primark 或者其他公司去买衣服 另一样活动 我们很想去参与的就是 在NG1那里 原来它有一个叫Winter Wonderland 例如在Whatshop里面 我们之前我另一条影片 有讲解过我们的圣诞亮灯仪式 那在NG1那里 它有一个圣诞节的 好像是Market 或者是嘉年画 或者是总之就是一些活动 那是有些大型机动游戏 那我们也很想去玩 可以说回 在Whatshop里面 圣诞亮灯仪式 当天是很热闹 很好玩的 那我都拍了一条影片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拍那条影片 那原来 之后那些星期间 它就没什么玩的了 那那些街上的圣诞亮灯仪式 是有的 但是特色店铺就不多了 跟平时的市集分别都不大 那所以如果是想很享受圣诞气氛 或者是很想去看一些圣诞节的特色东西的话 可能真的要选择去下其他城市 那所以我们就去了Nottingham City那里 看它那个Winter Wonderland 我们在Winter Wonderland那里 就拍了一些影片 那就准备和大家分享的 在看影片之前呢 如果大家觉得我今天分享的资讯 或者是我自己的意见 觉得都挺有用的 那希望大家支持我 做三件事就可以支持到我 继续去找资料 继续和大家分享资讯的了 那三件事就是 like我的影片 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频道 subscribe我的频道 现在就一起看一下 NG1的Winter Wonderland 有多漂亮啦 拜拜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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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你今天你现在在哪里 Noddecan 火车站是吗 是 是 门口很漂亮 是 我们今天来 看一下这里的建筑物 好像挺漂亮 的 我们今天去看 这个,我们在这将因为 或许这的 这个人 他们说 你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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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